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我們在下學期的第二章要介紹這個平面坐標跟二元一次方程式 那在開始介紹把二元一次方程式放到平面坐標之前呢 我們要來先認識一下平面坐標 那個基礎的把比如說把這個點標出它是 它的坐標怎麼寫或者是說把這個坐標標到平面坐標軸上面 這個學校會練習而且我們後面會一直使用 所以在我們的課程裡面不做太頻繁的練習 簡單的以這一題為例 在這個點它的坐標會是多少呢 我們看到它從原點X軸就是左右 往右的話呢就是正的往左是負的 Y軸往上是正的往下是負的 所以這個點它的位置呢它的左右是偏離中間點 右邊一格 右偏離中間點上面兩格 所以它X軸是在正1的地方 Y是在正2的地方 這是這一點 再來看一下 第一小題請標出-1-2 所以-1就是X軸要往右邊走一格 -2是Y軸要往下面走兩格 所以這個點就是-1-2 這應該很簡單 那麼呢我們在這一堂課 要提醒老師跟家長們一件事情 就是即便學生他就算是升學了 不是升學就是升到國三 那甚至搞不好升學升到高中 如果沒有那麼的熟練的話呢 即便看起來好像他都會了 升到國三其實回來看像這樣的問題都很簡單 可是呢你可以拿這個 第二題的這個例子去問問看他 請標出X等於1Y等於-2怎麼標 那尤其是當你把這個式子給他看 你嘴巴不要講 就是請標出第二題 那你就會發現有一些學生呢 他可能會這樣子 X等於1Y等於-2 這樣子 他可能會把它標起來變成這樣子 那答案並不是Y等於4在這邊 Y等於4 那答案並不是這樣子 這個其實呢 第二題這裡呢 這個第二題的答案其實是一個點 當你嘴巴唸出來 尤其如果是已經學到後面了的 就是不是才剛學這一張的 已經學到後面的學生 比如說國三生這樣 當你把嘴巴唸出來X等於1Y等於-2的時候 他可能就知道他要標的點應該是 X等於1Y等於-2 在這裡 這個點才是所謂的X等於1Y等於-2 應該代表的意思 懂嗎 好 那 為什麼會有這個落差呢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學生他沒有理解到平面坐標他的一個功能 平面坐標其實是在表示一個數對 數對 也可以說是數據組啦 我們有很多的數據嘛 比如說我這個人 我的身高1675的體重 好 不想講 好90 假設這樣子 我的身高1675的體重90 那所以我就有一個數對是16790 對不對 好 這就是前面代表身高 後面代表身高 後面代表體重 那如果我這個人呢 我不跟你說 我在講什麼 反正我就是這個 X是167Y是90 好 你也不管 你不要管X是什麼 Y是什麼 那我這個人的數對就是16790 他可能代表比如說我的這個 每個月的零用錢167塊 而且第一次段考考90分 這樣子 那全班所有的人來統計你們的 每個月的零用錢 都每個人就一個數對 比如說有的人他可能是500 然後第一次段考考70 那也有可能你會得到這個沒有零用錢 0然後第一次段考考這個100 非常用功的小朋友 對不對 那要讓學生了解到 平面坐標軸呈現的是一個數對 為什麼我特別講這一點呢 就是因為學生他 他們的學習他們的了解 都是從他看到的 從老師給他看到的部分去學的 所以如果他只是一直去這個 請標註以下個點 請寫出以下個點的坐標 他可能會不小心把平面坐標 要想成是某一種另外一種的東西 跟老師們 跟已經很懂平面坐標的人 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他可能覺得這個-1-2就是 就是這點 這點就是-1-2 但是他不了解這個-1-2的意思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X等於1Y等於2 不好意思這點是1 X等於1Y等於2這樣子 他可能會把這兩者脫鉤了 那老師可以去讓學生了解到這一點 比如說透過 你看我們這裡有一個平面坐標軸 那我的軸上面不是放這個 XY 我的軸上面是放撲克牌 這個是花色 這個是點數 橫軸是他的花色 重軸是他的點數 那你可以把這個撲克牌拿去發給你們班的學生 然後請他們陸續的上台 標出他們那一張撲克牌 應該要在什麼位置上 比如說我可能 我一下有這個例題 比如說小王拿到的是黑桃七 小王拿到的是黑桃七 所以他就會把它標在 黑桃七 在這裡 這個就小王 可以嗎 那小玉 拿到的是紅心J 所以他其實是紅心J 這個是小玉 小土拿到的是紅磚九 所以他是紅磚九 紅磚九 對不對 小乾拿到的是紅磚九 紅磚九 小千拿到的是梅花K 梅花K 小公拿到的是黑桃A 所以他是 哇哦 黑桃A 黑桃 對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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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桃A 最後一個小組拿到的是梅花六 前一陣子很常聽到這個曲 梅花六 OK 好 這樣子的練習 就是 去讓學生了解到 到底平面坐標軸是什麼意思 其實平面坐標軸呢 簡單講一句話 就是用一個點表達 一組數字 那因為他是平面的 所以他只有兩個軸向 一個X 一個Y 用一個點表達 一組數字 一組是兩個 所以我們說 他是用一個點表達一個數對 剛才講 數對 因為他是一對 因為只有兩個 所以是 用一個點表達數對 這個就是平面坐標軸的意義 對 那麼 再介紹完一個點 這裡還有幾個題目 來 練習一下 就介紹了這個一個點表達的事情 然後我們來看這裡 這個 先看第五題 比較簡單 X等於負二的時候 Y等於三 這樣子怎麼把它表達上去 一樣 X等於負二 代表他的X 他的橫的位置會比中間軸還要左邊兩個 Y等於三 Y的位置要比中間軸還要上面三個 那我剛剛說這個很基本 所以我們在課堂上不練習 可是如果是學校老師的話 還是要讓他們多練習 因為有時候 學生多練習他的一些些古怪的問題就會得到解答了 比如說 在標這個點的時候 也是會有學生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 我到底是應該要先往左走再往上走 還是要先往上走再往左走 都一樣 都一樣 來看一下這個 比較 有趣 應該說比較奇怪的問題 如果我要標X等於4 所以我剛剛講到 就是 有的學生 你看起來他好像已經會了 可是其實你把這個題目丟給他 在這一個 坐標軸上面標出X等於4 先幫忙畫這個 刻度 如果說4在這裡 那如果我要標X等於4呢 你就有機會看到學生標這裡 他說這個是X等於4 那其實是不對的 我們剛才講過 在平面坐標軸上面呢 其實你是用一個點 表達一組數對 所以這個點 它不只是X等於4 它是X等於4 X等於4 而且Y是0 有沒有看到它的Y就在 這條 這條上面 所以它是X等於4 Y是0 它的坐標是40 這樣子 那這一點呢 你看 比如說我舉它上面這一點 這一點 這一點是X等於4Y等於1 這個是4 1 所以這一點的X等於4 這一點的X等於4 下面這一點4-1的X等於4 所以如果當今天我只有跟你說 請標出X等於4的時候 你應該有好多點你都可以標 這個我們到後面還會再練習跟說明 這樣子呢 你去標的這些點呢 就會 好多好多無限多的點 這些點 我現在輕輕的點過的這些點 它的X都等於4 你就會發現它構成了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上面的每個點 X都等於4 所以這條直線就叫做 X等於4 所以如果給你一個平面坐標 請標出 請在圖上標出X等於4 那它其實指的是這條線 M 剛才說這個X等於1 Y等於2 Y等於-2 我們 在前一章有說明了 這個記號叫連例 它的意思就是且 它的意思就是且 所以說呢 如果我這裡 我把它的題目改一下 如果我寫X等於-3且Y等於5 那它就是X等於-3且Y等於5 就是這一點 X等於-3且Y等於5 如果我沒有這個且呢 如果我沒有這個且呢 X等於-3本身是指這條線 而Y等於5本身是指這條線 那沒有一般來說 題目不會出這樣子有點 含糊籠統啦 如果它是 它或許會寫且或者會寫或 如果它是指X等於-3或者Y等於5 那就是這條線上的點也符合你的要求 這條線上的點也符合你的要求 所以你的答案應該是兩條線 那如果它是要X等於-3且Y等於5 或者是像這樣子 它把它連例起來 X等於-3然後Y等於5 它要同時發生 你就會發現 這一條線上的點 而且在這一條線上 它也要在上面的點 就是這一點 就是我們剛才去標的這個-3 在這裡說明一下這個 平面軸上 平面軸標軸上的點的意義 那接著要來介紹這個平移 如果我把-3、2 向右平移三個單位 那我就會跑到 1、2、3 跑到這裡來 這個點叫做 0、2 在向下平移四個單位 1、2、3、4 我就會跑到這點來 這點叫做 0-2 那到這裡我們先來整理一下 我們要教的知識 所謂向右平移 你們可以抄在筆記本上面 向右平移就是 X加平移三單位 X加3 向下平移就是 Y 你會發現它 Y扣了 從2到-2 Y扣4 打一下冒號 X冒號 加3 Y冒號 扣4 向上平移 是 Y去加 X 這個數字 在向下平移是 這個 Y去 在向左平移是 X去減 減1 這樣子 那 寫出星座標 我們剛剛還沒標完呢 接著 向上平移五 又二分之一 所以 1、2、3、4、5 又二分之一 你跑到了這個 0 然後 三分之 3.5 0、3.5 再向左平移一單位 是 -1、3.5 所以 寫滿了 我的圖位置太小 不行 所以寫出星座標 就是-1、3.5 可以嗎 那我們是不是 一定要照這個順序標呢 其實不需要 因為我們的X是跟X X 換左或 或左或右 是X自己在移動 上下也是Y的移動而已 兩者沒有互相的這個交點 那你看我的X先向右3 再向左1 它就是加3又減1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 國一一開始 就交了有這個 加法有所謂的交換率 所以你的X加了3 又減1 其實就等於先減1 再加3 同樣的道理 它Y先減4 再加5.5 就等於先加5.5 再減4 所以這四個是順序 都是都可以換的 照慣例在學生寫題目的時候 我們來先聊一下 那 這個 畫的這個圖呢 雖然你看起來可能覺得有點詭異 不過其實它是心臟的 這個簡單的示意圖 因為學生在學到生物的人體循環系統的時候 那可能會覺得心臟這邊好像很難背 有沒有 什麼 心臟的哪一個部分負責乾淨的血 哪一個部分負責流出來 哪一個部分負責這個通道肺脹 哪一個部分接到什麼血管 然後什麼靜脈又是負責髒的血 什麼的 好像很多東西 可是其實它有一個邏輯 那你邏輯掌握到之後呢 並沒有那麼的難背 它其實就是有一個邏輯 你要通你要真的了解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來用一個短短的時間來說明一下 首先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的心臟總共分成四個部分 有一半是在左邊 一半是在右邊 這個是廢話根本不用記 那在你圖形上看到右手邊的 因為其實它是病人的左手邊 所以叫做左心反跟左心四 那這個是右心防跟右心四 簡單來說呢 心臟它會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把血收進來 一個是把血發出去 那為什麼要分成兩個功能呢 就是為什麼不乾脆說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把血收進來又發出去呢 你就會發現我們的心臟分成四個牆 心防這邊是負責把血收進來的 所以只要是心防 它就是負責把血收進來的 可以嗎 那只要是心四就是負責把血送出去的 然後心防這邊呢 它會 它把血收進來之後都會先流到心四 然後心四會把血送出去 那我們現在就來說明一下這個簡單的邏輯 就好像這個你們夾腳要洗衣服的話呢 媽媽就會說 來去把那個你們房間裡的髒衣服 或者是把這個浴室裡的髒衣服都收起來 都給我收集起來 那你就去從浴室裡面把衣服髒衣服收集起來 這樣子嘛對不對 那把髒衣服收集起來的接下來的那個動作呢 你就要拿去洗衣機洗 那你們洗衣機會在浴室嗎 洗衣機通常不在浴室裡 因為你占空間還是會有 那你就要拿去洗衣機洗 拿去洗衣機洗了之後洗乾淨了 你就又要再把乾淨的衣服收回來 因為你不會希望你的髒衣服跟乾淨的衣服混在一起嘛 所以你一定會有一半是用來處理髒的 一半是用來處理乾淨的 所以你乾淨的衣服收回來之後呢 那媽媽就會說把它拿去那個所有人的房間裡 所以你就會再分發一次 再把它發出去到所有人的房間裡去 那這個就是心臟在做的事情 把髒血收進來把髒血拿去 其實上面就是這個肺啦 把髒血拿去肺 把髒血收進來把髒血拿去肺那邊 那肺會負責幫你這個把二氧化碳釋出去 換氧氣回來 氧氣換回來之後呢 再把它發送到身體 我剛講到一點就是說這個 我們為什麼心臟 它處理髒血跟乾淨血 我們要把它切成四塊 為什麼不分兩塊就好 其實有一個道理 就是說 這個我們的血液在身體裡面 它不會自己動 衣服不會自己跑 如果你不去收衣服 衣服就不會自己跑 所以血液要在身體裡面要會動的話呢 就需要比如說你就需要有腳嘛 所以血液它要會動呢 它需要有一個力量幫它推動 這個力量就是心事 所以其實心房只是負責 它只是一個空間而已 它負責讓血進來罷了 那最後為什麼血液會流動 關鍵在心事 當髒衣服 當髒的血流進心房了之後 心事要負責把它推出去 它會用力收縮一下 就好像你們那個 有沒有看過拔撲車的那個拔撲 或者是滴管 可能有看過滴管 它不是都會有一個圓圓 然後可以按扁的那個嗎 就拔撲 當髒血流進右心房裡面 右心房送到右心室 右心室會把它拔撲一下 然後這個髒血就會噴進血管裡面 這個血管會通到肺障 這樣子 那要解釋剛剛講 為什麼我們要分兩塊 因為當你拔撲那一下的時候 你這個血就會得到一個壓力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 你要如何確保你的這個血是流這一邊 而不是流這一邊 血液自己不會知道它該往哪邊流 對不對 所以你拔撲一下的時候 那這個血呢 它可能會往這邊流 也有可能會往這邊流 所以為了避免發生這種事情 那你的心臟呢 就切成兩塊 在兩塊的中間有 一道門 這個叫做半膜 半膜的設計很簡單 就好像那個公共廁所 有的公共廁所 尤其是男生的公共廁所 在要進去的時候 都會有一扇那個木頭推門 那你們可以想像 如果我今天那個木頭推門 太長了 那我先把它推出去 蓋回來的時候就彈不回來 把它是會卡住 卡住就彈不回來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從外面要進來 你就進不來了 因為你推不開它 可是裡面的人呢 他還可以再把它彈出去 再蓋起來 可是外面的人就進不來 所以這個半膜的設計呢 他就是一個過長的這個門 過長的這個兩扇門 所以上面的血可以往下流 下面的血沒有辦法衝過它 這樣子的設計就可以讓心事在 把噗的時候 這個血就只會往他要往的那個方向流過去 所以這個心臟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先把血收進來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要跟這個血收進來的管道 稍微隔開來一點點 因為我在把噗的時候呢 我希望你不要再把這個血 不要剛好把門打開會害得我的血流回去嘛 所以你這裡有一個空間負責儲存血 在我要把噗的時候這個門是關著的 而我這裡出不去 我就是好往這邊流 這個就是心臟 心臟它就會有一個心房是收血的 就好像你們浴室都會有一個籃子放髒衣服 那心室呢 它在就是你 你把這個髒衣服拿去洗衣機 洗衣機洗好了之後 是乾淨的血又回來 又從上面下來 所以上面這個 就叫做左心房 那你就會發現 右心房收的是髒血 左心房收的是乾淨的血 他們都是收東西進來的 那左心房的血流到左心室一樣 左心室會再拔布一下 那這下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把它送去你的身體 把它們送去你的身體 包括這個上半身和下半身這樣 所以它其實會分成很多支 那這個是左心室 所以左心室流出去的 你就知道呢 它其實因為它送去你身體各處嘛 所以左心室噴出來的這個是主動脈 那主動脈 那主動脈進去你的身體裡面 運轉完一圈髒血回來了 從右心房回來 右心房這一條叫做主靜脈 換個顏色寫 主靜脈 好 所以這條是主要的靜脈 所以主靜脈回來的是右心房 那左心室出去主動脈 繞完身體一圈回來 是主靜脈回來 右心房 右心室把它送去肺障 送去肺障 它也是拔布了一下 所以這個力道也是很強的 我們怎麼區分動脈跟靜脈 就是動脈的血的流速比較大 靜脈的血的流速比較小 所以從接到心室的都是動脈 接到心房的都是靜脈 所以右心室把布一下出去這一條 它還是動脈 但是它是髒血 它是送去肺障的動脈 叫做肺動脈 所以肺動脈是送髒血出去的 肺動脈是送髒血出去的 在肺部交換空氣之後回來 那回來的這一條叫做肺靜脈 雖然它是靜脈 但是它收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怎麼樣 含有氧氣的血了 可以嗎 所以這個就是心臟的構造 那很簡短的再說明一次 只要是心室 它就負責送血出去 那它所以心室送血出去的這個血的 它把布完寫得衝勁的力道比較強 所以呢 接的都是動脈 那主動脈出去到身體 回來的時候是主靜脈 是右心房 因為右邊都是負責髒東西的 收髒衣服回來的 所以是右心房 進來了送去右心室 是為了要再把布一下 把它噴出來 是肺動脈 肺動脈回來的時候 是肺靜脈到左心房 下來左心室 來 那就介紹完了 來看一下剛剛這三題 這個很簡單 有一點AB 向右移三 向下移五 到七一 那這一點AB是什麼 那在這裡要提醒那個老師家長 還包括學生 如果你這一題 你自己或者說你的學生 他是這樣 嗯 然後在想個老半天 最後沒有答對 或者說最後他想不出來 那你要跟他講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題目 會或不會是一回事 可是有一件事情你應該要會做 就是我們已經學完方程式運算了 所以有一個點 我們剛剛說X呢 他向右移三 就是X要加三 所以A點 他加了三 會到七一 等於七 那Y這一點是B 向下移五 減五會到 一 所以這裡面融合兩個觀念 第一個你要了解到 所謂的點是數對 所以這個A向右三 A加三是七 再來看Y這個 B向下五 B減五是一 這個數對的觀念 還有把這個點坐標 跟數字結合的這個觀念要有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強化 學生要強化這個 如果你想不通 你要會懂得把你學過的方法 包括這個方程式計算的方法拿來用 那並不是說 如果你是我的學生 你今天想一想 然後你答出來了 我也不會怪你說怎麼沒有寫算式之類的 你只要能夠想通那樣當然很好 但是如果你會想不通的話 你就要懂得你學過什麼要拿來用 要不然就跟沒有學一樣 所以這一題呢 多少加三是七 兩邊同減三 A是四 然後B是六 所以AB就是四跟六 所以這一點就是四六 所以我們有講過 這樣子描述其實跟這樣子描述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我們一般也有可能會寫這個 AB會等於四六 這樣也可以 只是沒有 在這個國中不常這樣做 看第三題 7E這一點向右A向下B到00 所以同樣的 7這一點向右A加A等於0 1這一點向下B 1-B等於0 你會發現A是負7 B是1 理論上 我們一般在描述的時候 我們不會講向右負7 因為我們講這個向左多少 向右多少 講的是一個正數的這個距離 那不過如果題目出成這樣子 你算出來發現A是負的 你完全沒有誤解題目的話 那A就還是可能是負的